哈囉大家好我是Yula 歡迎來到跟Yula一起佛系學做飯 來美國五年了總是會想念台灣的家鄉味 以前爸爸常叫我去廚房跟媽媽學煮飯 我都會很裝死的跟他說 不要嫁一個會煮飯的老公 然後我爸呢就會發我白眼 爸爸如果你有在看的話 我們要愛你唷 但外食呢是一件很噴錢的活動 一頓飯小說下來也要十幾塊美金 加稅加小費 小說也要十五二十塊錢 用肝不血混來的薪水就這樣 消失了 所以呢我在美國練就了一首廚藝 這個系列呢就是要來跟大家分享 簡單的料理 在家也可以省錢自己做 幾個禮拜前呢 我的台灣朋友問我說 要不要團購台灣的花生麻糬 現做的呢一盒大概十幾口 就要八塊美金 相當於兩百四十塊台幣 但因為我太久沒有回台灣吃到平價美食 決定跟他們一起團購 我沒有辦法當天去取貨 所以麻糬放過冰箱以後 就整個飲料沒有貪心了 所以我吃的時候呢就沒有那麼好吃 八塊錢就這樣 含著淚 我也要把它吞下去 我找到了兩個食譜 看起來都蠻簡單的 一個是用電鍋針 一個是用微波爐做 今天就來分享給大家 這兩個超簡單的方法 那我也會用不同的材料做給大家看 今天呢我也邀請到我的好朋友 他也是個台灣郎 現在呢在美國George Armani當國際化妝師 有沒有很厲害 那我們就一起歡迎Lawrence 嗨我是Lawrence 你自己是不是簡略是一定要這樣玩 真的 那Lawrence呢他自己也有YouTube頻道 我會放在下面資訊欄 記得要去訂閱一下喔 我幫他剪接 所以你要自入性行銷一下 Lawrence你平常有沒有在做飯 一定要的 因為在外面買的東西真的太貴了 真的 真的 我覺得呢 現在就是你出外 煮飯是一個必學的技能 是的 那你平常都喜歡煮哪一鍋料理 我真的超愛煮的 就是中式 跟我一樣 我也覺得 就是你畢竟台灣人 就是喜歡吃的還是中式 對 因為其他的會吃不太習慣 嗯 就是如果吃太多餐 會你 真的會 對 那你平常會找食譜嗎 啊我說實話 看是會看 但是我還真的不看食譜的那個 例如幾克幾克的量 跟我一樣欸 對啊 我平常就是上網google說 喔我今天想要吃花雕雞 那我就說 喔好 食譜要等買這些東西 那我就買 然後說 可能大概要幾克我就 好 記住 然後等到我在做的時候 我就全部憑感覺 因為我真的沒有在量幾克欸 說實話 因為我家裡都沒有量杯 雖然我在倒東西都是都加一加 反正我覺得應該是不錯吃啊 那我們今天就是 繼續佛系一下 憑感覺加料這樣子 是的 我覺得怎麼樣 我覺得很好 對 哥跟姊 煮的就是一種Fu Fu 資訊欄呢 我也會放食譜給有 數字才有安全感的人參考 那我們就開始吧 今天的材料有 糯米粉 太白粉 牛奶 白砂糖 花生粉 跟一點點的油 然後 我們加了糯米粉 大概是1比1的比例 所以水可以先加一點點就好 好 水加一點點 這聞起來很香欸 嗯 很像小時候阿嬤在做麻糬的味道 那我太白粉 加這樣子一點點就好 那如果我覺得 看起來這樣太稀了 對 就再加一點 糯米粉 再加一點白砂糖 做到麻糬有甜味 我們要知道它有沒有太水呢 就是撈一點起來 那香膠就太水了 有沒有 好 來 欸這個味道真的有欸 有沒有 好像麻糬味 香 然後攪的時候 記得把它全部攪散 就是不要有硬塊 然後完了之後要太太 就是那種感覺 那種太太醜醜的 我們現在再看一下喔 欸有欸 欸有了有了 稍微醜了 你看 有喔有 有的油 好 Yura老師 我們現在要 下一步是什麼呢 下一步呢 就是拿一個餐巾紙 一點點油 有有有 然後用餐巾紙 大概塗一下那個 喔 塗一下周圍 有欸 那等一下就是在 它就不會黏住的 蒸的時候就不會黏在鍋子上了 好 倒進去 倒進去囉 哇 這樣看起來蠻美的 第一個電鍋的 就完成囉 加一杯水 然後再把它放在中間 好把它放在中間 然後蓋的時候呢可以留一點點風 因為這樣子等一下它才不會熱氣水蒸氣滴到滑池上 所以我先按下去拉起 好 我們就用這個時間 然後用微波爐的做法做給大家看 那這個呢我們用的做法是用糯米粉加上牛奶 然後再加上一點砂糖 所以是取代了溫水對不對 對 取代了水跟菜白粉 那我們吃吃看這個口感會不會不一樣 好 一樣是1比1的比例 就自己品感覺就好了 然後現在要加牛奶 牛奶可以慢慢加就好 因為怕會不好融化 不夠再加 現在聞起來 真的跟剛剛不太一樣 有沒有奶味 對 比較有奶味 有香味嗎 好好聞喔 這味道 然後有奶味 那我們再加砂糖 有喔 欸有欸 這可以 這可以 好 阿記得喔 不要用這個微波 哈哈哈哈 我有一次 我太想要吃這個微波水 我竟然忘記我拿的是這個鐵的 然後拉去微波 然後整個呢有火花 哈哈 危險示範 請問我 真的不要真的 不燙不燙 放進去 好 幾分鐘 1分鐘 1分鐘 好 1 1 喔 哇 我用個 紙巾 要小心燙手喔 對 哇 這個馬上變麻糬耶 好不一樣喔 喔 好黏稠喔 有Q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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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放進微波 再微波個1分鐘 就會好而已 微波爐呢 就只要1分鐘 然後攪拌 然後再1分鐘 然後就好了 那這個真的比較快耶 超實話 這是一個懶人做法 超級啊 而且超級方便的 我覺得如果你真的很想要吃麻糬 你真的可以在家試試看 而且其實只要 嗯 一下下而已耶 不用到 花不到那5分鐘時間 對 真的 我覺得還蠻 立馬就可以解你的思想之情 真的 8塊錢 這個是 你看我這一包 我才用這樣一點點耶 這樣 一包 兩塊錢而已 喔這一包兩塊喔 對啊 而且我們這樣子可以用超多次耶 我們可以做超多次麻糬 好 好 我們微波1分鐘好了 那我們現在就加一點點的橄欖油 好 一點點 然後攪拌 哇 直接麻糬耶 天啊 各位觀眾 你砍砍你砍砍 直接變麻糬了 我的天啊 那我拿了一個盤子來做花生粉 我買的這個花生粉呢 它是沒有甜味的 所以我上次做的時候 我就再加了白砂糖 對 對對對 這樣看起來就對了 沒有 天包一起趁台 這樣看起來就很像 我們以前 我們阿婆在做的麻糬 雖然我沒有參與過他們的時候 可是看起來就很像 我這邊有點迫不及待要吃 這是剛剛微波好的 只花你兩分鐘 然後 因為我們量用的比較少 你在家可以啊 依照你自己的 想要吃多少自己加 哇 哇 好香喔 好 然後就裹一些花生粉 哇 超彈的耶 好酷喔 好彈喔 好彈喔 好 就用花生粉把它們裹起來 你們看看 你看看 人家做的麻糬就是大 對 不怕把人吃 不怕把人吃 你愛吃肉就對了 我現在回去台灣 每次要跟奶奶講話 我都會一直講英文 就是要搬台語 我都會一直講成英文 嗯 欸真的很好吃耶 真的喔 對很好吃 有甜味嗎 有 欸這個看起來真的很好耶 很很漂亮 我要來打開了 喔 哇 好不一樣喔 夾起來 小心喔 欸它很像蛙粿喔 欸真的 不一樣的Q度耶 我覺得 有喔 有有不一樣的Q度 哇它也是很不一樣耶 我現在有騰西亞齁 順便呢 我會講湯匙的台語 然後呢 就騰西亞 順便教你們講 你們可以看一下 有Q彈 有Q彈的感覺 喔 第一坨 哇 真的 不夠厚 不怕你吃 我不怕讓你吃豆腐 哇 你看 現在 這邊兩個是用微波爐的 這邊兩個是用煉鍋 哇 好 我們成功了 我們來吃吃看 你要先吃哪一個 我要吃微波爐的先 欸說實話跟你上次買的那個麻糬吃起來 蠻像的 你看裡面 有沒有 它起來很夾實 而且 這糯米粉 有甜味 麻糬裡面有甜味 因為我們剛剛加了糖 看喔 有沒有Q彈 很韓很韓 然後這麼多彈出來了 接下來呢 那我們就來試吃電鍋蒸蛋 電鍋蒸蛋 看有沒有差 我還記得剛剛那個微波的口感 現在是電鍋的口感 有不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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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 我覺得電鍋的更 更像蒸的麻糬耶 就是它比較綿密 剛剛我以來覺得很好了 就吃起來 Oh my god 真的是 Oh my god Ula可以開班教課了嗎 可以可以可以 可以的齁 欸這吃起來更像那個 外面賣的 欸真的很好吃耶 我真的心目不見 欸真的太好吃了 大家 我以後吃不到怎麼辦 有沒有很猜 嗯嗯嗯 上次 團購一下覺得 它會馬上自己可以變出來 真的 真的 我覺得很好 我覺得很好 很好啊 大成功 耶 那我也來開一個團購 我也賣他們八塊錢 你覺得怎樣 我覺得可以 我覺得可以 或是你賣六塊錢 喔我賣六塊錢 應該會搶生意對不對 對 好我們剛剛試吃完了 Lawrence你比較喜歡吃哪一個 我個人是真的喜歡的是 就是用電鍋做的 對 因為真的電鍋做的話 那個綿密度真的是不一樣 但是我會覺得啦 如果你們比較沒有時間 你就是用微波爐做就好 因為微波爐真的很快 對 兩分鐘 真的 但是 我跟你說 真的是好久 在晚上 等待是值得的 就是說 你花一點時間 然後呢 你等一下那個電鍋 真的吃起來 那口感瞬間 是 升級啊 那今天呢 就謝謝Lawrence 來跟我一起做馬機 那大家也記得 到他的頻道 去學化妝喔 那我們就佛系 再相見囉 拜拜 我有點心 那些小朋友 有一個人 每一個人都在做馬機 那些小朋友 那些小朋友 幾乎 我可以吃到 最早的人 再吃幾乎 有個小朋友 我可以吃到 那些小朋友 你不喜歡 你不喜歡